好 这个谈到苏仁昌 我们看到吴子嘉告诉大家 说这个 一直传苏仁昌要下台嘛 确实在知识度啊 在这个好感度 他都是这个敬陪莫作 说背后呢 还是蔡英文赖清德的权力斗争 因为赖清德讨厌苏仁昌 他希望换掉苏仁昌 那么蔡英文又不肯承认失败 也不愿意反省 所以这个检讨呢 将一路害民进党到2024 交出政权 一切都是蔡英文的错 但说实话 我稍后请介大使来看一下 我觉得这个出尔反尔 这么快的时间 而且这是一个非常大 而且非常贴近民生的一个政策 一个国家元首出尔反尔 你还丢出什么国安会议 有没有讨论之类的 我觉得真的是重创 他的威信 更何况在拜选的检讨 所有的矛头指向他嘛 到此刻为止 他也没有真正的认错啊 道歉等等 那再加上这个 他真的是在云端 就是在数馒头上 垃圾时间已经开始了吗 但倒是这个暖男真的很暖 大家都说苏仁昌赶快下台 说实话 民进党很多人 接受访问不具名 都希望他下台 只是他对于 这个民进党的支持度来讲 就是一个大石头嘛 但暖男真的很暖 支持苏仁昌 内阁稳定政局才会稳定 希望整体布局 能够以政局为重 苏仁昌真的听到 好好好感动 他说什么 沉默螺旋笑音一下 所以大家都 我们都是沉默螺旋 是吗 我们都支持苏仁昌在心里 爱他在心里口难开 还都不敢讲 陈其邁市长愿意站出来讲话 倍感温暖 这是我们今天的造句 你如果没有跟上的话 赶快跟上 去我们的脸书上看一下 所以真的 沉默螺旋好大 在冰山底下 我们都没有看到 是不是 然后这个 我就请借大使 你把这整个事情 包括苏仁昌的自我感觉良好 他有胆子抢先小英公布吗 我还是有点怀疑 还有小英怎么样 真的是在云端 他的这么大的一个政策 49小时之内急转弯 你怎么看 这个第一个 最近我看到一些报道 还有很多这些 我们在网路上传的 就说其实 民进党2020的选举 有一匹黑马 不要小看他 还有很多国外的政治分析 也在说 有一个人你们都忘记了 那个人姓陈 就叫齐迈 叫陈齐迈 所以对陈齐迈来讲的话 我是说 我看到的讯息 就是这是他一个政治的投资 这是他政治的出招 这不是他要不要支持谁 或者跟苏贞昌 他今天要 喜欢他那颗光头 或者怎么样 不是这样子的事 完全是权谋 你知道我们今天傍晚 有个最新的消息 陈齐迈不但挺一次 在今天傍晚讲话 又再挺一次 生怕大家没有听到 生怕苏仁昌没有听到 真讨人喜欢对不对 对非常少人喜欢 苏贞昌呢 不管留下来 还是最后被赶走 他基本上 他就觉得 我这个沉默螺旋中的 效应之下 对不对 倍感温暖是谁 陈齐迈 所以陈齐迈立刻得到 民进党里面 一颗有实力的 一颗光头的支持 所以这个陈齐迈不简单 也显示出来 他愿意在这种纷乱之中 站出来 一定是一种政治投资 那这个投资下去 对他未来的政治行情 跟影响力 极为有利 那未来并不百分之百都是 赖清德的 还有变数 那这个变局正在快速的变化当中 我觉得陈齐迈这个政治投资 这个政治投机来讲 是为他自己来盘算 他没有什么主张正义 或主张什么的 这个里面他知道 里面非常的乱 然后苏贞昌现在是 他一讲话你就知道了 被感温暖是什么意思 他不愿意下台 他就是不愿意下台 所以现在我觉得民进党内部是 攻斗的非常厉害 非常厉害 不过以蔡英文的今天 他用他的脸书 来详细说明 有关超收预算的用法 这个简直是政治无知 对这种事情 不是他能够决定 根本他不了的国家的体制 我觉得以前我们在比较 以前看台湾的重大的政治问题的时候 有比较超然客观 有学士 有这个理论的一些学者 要出来讲话 到目前为止 我看到财政学的学者 基本上根本就认为 民进党政府在胡搞 这个钱根本就不是他的 他根本没有发言权 我们我也学过财政学 我们观念就是这样子 非常清楚的 任何的钱不经过立法院同意 谁有权去决定 我觉得他今天讲 这个要留那个地方要留那个 你如果有这种法令规定的话 那个法令就违宪 基本上是违宪 所以我是觉得民进党这批人 真的是利欲熏心 他看到这笔钱 他看到的是什么 这笔钱他要怎么用来买票 他讲到说 这个就是我怎么样翻盘的 止损点或者翻盘点 要靠这笔钱 记不记得 大家质疑这个钱怎么用的 还有包括我们前瞻预算 八千八百亿 防疫防疫多少 八千四百亿 然后这次超收 大家才发现四千多亿 怎样 不是第一次 这是超收最多的一次 中央大学经济系教授提醒大家 有没有 你现在要谈怎么样 用那个三千八百亿钱 请蔡英文政府交代一下 前几年总共跟我们超收了八千亿 我们现在炒的是什么 三千八百亿 到最后七扣八扣剩下一千八百亿 一千八百亿还要再扣不知道剩下多少 那请问一下前面的八千亿呢 前瞻预算的八千八百亿呢 防疫的八千四百亿呢 我就要想说我们反对党的 蔡立法院在干嘛 这是非常大的结构性问题 如果说过去的八千亿 都不知去向的话 这个说实话 那个立法院是极大的丑闻 全世界要传出去说 中华民国的立法院 居然不知道超收的税款 是怎么花的 这是极大的笑话 民进党可以这样子玩 而且蔡英文也连任成功 那就是说你这个国家的 最高政府没有制衡 这不可能让它发生的 这种钱是最敏感的 所以你要讲是 民进党太坏 还是国民党太笨 我要直说 直说就是后面那一点 就是说没有尽到职责 我觉得基本上国会 你知道在英国之处 国会基本上就是来看着 老百姓的钱的 它只有一个功能 民主政治是从这里发展 你这些行政部门 以前的国王贵族 你要乱花钱 都是老百姓的纳税钱 明子明高 结果怎么样 老百姓跟那些统治者 取得了一个 取得了一个什么 妥协 就是说你要我花钱 可是呢 我要经过我同意 而且怎么花的 你最后还要给我报仗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这个天经地义的事情 但是在我们台湾 这个非常不透明化 而且这笔钱 说实话就是 这个全民的钱 大家赚钱都很辛苦 所以我觉得这题 让大家格外有感觉 网友怎么说 一下要发一下不发 很好玩吗 对不对 就是惊喜感 开心感没了嘛 就是接来 你施舍我 发不发 先策风向吗 院长比总统大吗 蔡英文 本来是蔡一线 变蔡噁噁 不要再搞什么垃圾劝 好 发钱雇选票 依蔡英文 2024之后 不干我的事 所以这样子再补充一下 蔡英文现在已经开始 她的垃圾时间开始了吗 我对说这么大的一个政策 轻率的 国安会议没有讨论 但她的决定不发钱 然后49小时之后 院长说发钱 这个总统到底怎么回事 这就是内部一团混乱 其实这种情况 发生在一个快跛脚的 一个内阁里面 这是很正常的 她的威望没有了 大家已经不太听 她也不在乎了 反正我已经坐满 我又没有要再选了 对 可是她自己会相当难看 这个就是国家 基本上最高的权力 这个集团 她会乱 这就是一个乱的象征 那这就是苏仁昌的功能的展示 对不对 我不要难看 所以苏仁昌你去讲 你去讲 所以这个里面我觉得 现在台湾 我觉得民进党已经到了一个 这个后蔡英文的时代 是民进党内部一团乱 那这个里面 说实话 每个人都出来讲话 每个人都有意见 像蔡委员讲的 打爆蔡英文的办公室主任 为什么呢 大家怎么样 随人顾性命 对不对 我立法委员还不要当 基本上都去给什么 都去逼宫了 将来都是怎么样 都是从夏儿上去逼宫 逼得他就变成一件事情 左之右处 前后反复 大家就是在我们摄影棚当中 现在全天后使用的就是 旺旺水神的抗菌液 当然我们装在这个物化器里头 就可以做喷雾清销 非常的安全 不会伤身体 一天使用好多次都不成问题 儿童孕妇也都可以使用 哪里购买呢 只要到我们这个快点购网站上头 就可以买得到